《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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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把我的粗鲤心 就是给它揪出来 你觉得什么叫粗鲤 在佛学第一地里边 这卖法是必经空的 必经空就是它本来空向 你出个啥 你往哪出 你是走到大成道啊 第一 如果是它本来空向 你任何出个镜的概念 都是错的 你有个粗 你就出不去 这就像有个粗 在你的意识中建立了一堵墙 你不动 先出不动开始 好 这个东西放在家 你要粗 你是不是把它逃避了 要把关上门 不看它 是吧 这是闭关 不看它 第二呢 把它摔碎 扔掉 是吧 或者离开它 等等 反正是离它远点 或者是把它扔掉 这叫我们平时书语叫放下 就摔碎了 放下 那不管你这些东西怎么业力它 或者是我厌绝极端的讨厌它 这个东西影响我成的 不管是喜欢它 讨厌它 或者摔碎它 拿起它 放下它 其实你所有的这些都是折腾 这个都不叫处理 这个东西一直在你心中 你才这样折腾 真正的折腾是 它放在我这儿 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不影响 这叫处理 这叫真处理 卖法就在你面前 它不影响你 全世界70亿人口 在这儿活着 都也不影响你 这叫处理 你把所有的事儿 都看成梦幻泡影 这就是处理性吗 不动 你不要坐在这儿 把它看成梦幻泡影 把它看成梦幻泡影 你头脑中把它想成水泡 你也出不去 甚至你出了境界 你盯着盯着它 我盯着它流血 肯定是它会冒水泡的 因为你野花了 你盯着盯着野花了 甚至有的人有境界盯着 哇不动的 如如不动的光明升起了 哇梦幻泡影啊 终于要出来了 我告诉你没用的 啥也没有 就坐在这儿 它就是不影响你 就像这个房间不影响你一样 这个房间怎么摆 这个房间里面的所有东西 都是别人的 跟你没关系 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 就这样修 跟你没关系 你是真空 一切跟你没关系 包括自己 跟你没关系 因为你本来是佛 不是这个六根啊 这叫真正的处理 如如不动 我坐在这儿 身心不动 这就是 心不动 外法 这个不动是什么 既不是静向 也不是动向 我们的不动 是相对于一个安静界里起来 真正的不动是什么 不影响你 这叫不动 佛法的不动是 没有东西影响你 这叫定啊 如果你抖到这一点 你就可以入定啊 你不懂你是 求了一个不动的境界 你知道吧 我不呼吸了 那叫死人 知道啊 我不呼吸了 当然说 如果你能够脑子里有念 觉得通过耳修四彩 也能器重麦庭 阿罗汉的灭镜 是吧 那叫 也是一组钉 但那组钉 佛说 那组钉 也会动的 它只是 宰湿的境 就是宰湿的面镜 一切的地 面镜外法 它就是屏蔽的状态 他认为 就是外法在他那个面镜 丁里面消失了 但是终于一切音乐 他还会从那个丁里面 从那个不究竟嘛 出不了轮回嘛 所以那个丁是没有用的 就因为他这一点 借地错了嘛 罗汉国 他就是屏蔽了 我就是 处理了 我屏蔽了 一切都是万恶 孟怀泡影的 一切都是假的 一切都是邪的 这些影响我成道的 都是坏的 他就屏蔽他嘛 离情去运嘛 是不影响 见到帅哥美女 不影响 他是帅哥 他是美女 跟你没关系 知道吧 那就定 知道吧 不是 不是拿起放下 但是这个需要正量的 是吧 因为你的六根 还着想的时候 你没功夫的时候 你处缘就动 你可以不动这个杯子 但是 你喜欢的东西 坐在这你就动了 你不喜欢的 当然不影响 是吧 你今天这个 还有就是 这个人跟你有缘 你也动了 就是不管是 逆缘恶缘 善缘 他就是逆缘 你也动 善缘他也动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本能的一个分别在哪 就算你修为再高 最有突破 如果你没有成道 最有突破你的东西 这叫一头大象 他那么强大 你打他十磅子 他也不动 他可以不动 如果不都站在那里 但是一只蚂蚁串到鼻子里 他就不行了 是吧 就是一物想一物 搞定他嘛 就说你在意 或者 就像大象说蚂蚁串鼻子 那是本能的难受嘛 找到他的弱点 因为他的鼻子很柔弱 他搞不定蚂蚁 他太大了 是吧 那叫他的弱象 你抓住了这个人的弱点 来去搞他 所以你自己每个人都有弱点嘛 被人家击中了 那就是 就是 这个也是会 一下子定力损失的 老师的这种定力是怎么去变的呢 不动 就是这种不动应该 不被静转 就是内境外境嘛 外境是野耳鼻舌水 内境是野耳鼻舌水 就是这个生气和心态嘛 外境是这个世界 你见过觉知到的一切嘛 内外境不管天 每天再从早便到晚 是吧 早上你就开心 晚上你就烦 是吧 你一天二十小时 不是开心就是烦 要不就是无聊 要不就是累 要不就是忙 要不就是烦 这一切的状态跟你有什么事啊 这一他就是不过硬了 硬了硬了 不怪的就是没 最后你看清楚自己原来就是这样 那那么有一个 觉知觉在哪 觉罩在哪 这个觉罩就叫不动 你知道你烦了 你知道你近了 你知道你开心 你知道你不开心 你知道你动了 你知道你蹭了 你知道你蹭了 你知道你邪了 你知道你贪乱了 你知道你嫉妒了 他就要绝招 慢慢他就没有了 然后在内心知道 这些状态知道吧 是自己的习气 长时间的生生生习气 引起生 就像那海纳亚 不断的生灭的 里面有毒水 是不是 现在只是你自己知道嘛 你说出来 他就变成伤害别人了 你行为做出来 他就又伤害别人 因为说出来 或者行为做出来 伤害到别人 就结了因果了 那个果报 别人就会翻过来 又伤害你等等 但是你如果只是自己 自己不舒服 是吧 你先停下来 停下来 然后心 慢慢外在的 语言 行为停下来了 内在的心 也慢慢狂行 都先停下来 然后慢慢再修 六根圆通 就是眼根圆通 圆通就是圆满 突破所有的障碍 现在你眼睛也有障碍 你看不过那边去 是吧 耳朵也有障碍 你听不到很远 那么好 圆通就是圆满的 没有通打 没有障碍 这就是耳根圆通 眼根圆通 鼻根圆通 修圆通 但是修圆通是什么 是从声音 比如你坐在那听音乐 心不分别 心不分别 慢慢的这个耳根根 文语所谓 就是耳根根声音就消失 不是消失 就是说 就不影响你 只是 所有的一切都是心分别出来 就是 比如说我现在说话 是你心分别出来 光有耳朵 你是听不见我说话的 你知道吗 你以为你是耳朵听到的 其实不是的 比如说你现在死了 耳朵还在吧 但是你听不见我说话的 所以 你能够听懂我现在说啥 是你心不断的在思考分别 所以你的心如果不动 这个声音是没有意义的 我说话只是音流的震动 你如果心不分别 我是毫无意义的 像鸟叫一样的 或者鸟叫你都是分别 是吧 你知道这叫鸟叫 像鸟叫 慢慢你不分别 这个音流的震动也没有意义 它跟这个世界的风吹雨 像刮风像下雨 什么也 你叫它什么东西 那是你定义的 但是歇除不分别 不动开始 比如我们网站上有海潮雨 潮起潮滅 潮起潮滅 你心里本能的知道 起来了 起来了 是吧 虽然你也没有跟着起 跟着滅 但是你本能的在反应 潮起了 咦 没了 咦 起来了 咦 没了 是吧 你就这么坐着停 你不要动 慢慢这个起面就没有了 动静二下了 为什么这个起面会出现呢 是因为你心里边更生蒂固的 有一个动向 个静向 你才会给你下定义 这叫静 这叫动 这叫静 这叫道 不断给它下定义 不断给这个外在的这个声音下定义 当你心停下来 这个潮起潮落 潮起潮落 不断的提的时候 你停两个小时 你不给它下定义 这个声音就 梦幻泡影了 你就能体验到金刚经说的 什么叫梦幻泡影 如空谷回音 因为跟个城市同时脱落的 你这边就开始就无我了 然后就好像你这边就无人了 就像空谷一样 空谷里边回声 空谷的回音啊 回音是没有人说出来的 它只是因为空 所以在里边回荡啊 也没有人听 也没有人说啊 回音谁听啊 三谷不会听嘛 是不是 空谷怎么会听声音呢 也没有人说啊 它是回声 没有人在那喊个回音啊 是吧 所以音流变成空谷回音了 只是你心停下来了 这叫不动 这叫定 如如不动按住呢 通过闻听进入 然后慢慢耳根跟声音就脱落 这叫根层脱落 就开始开悟了 根层脱落开悟 声音如空谷回音啊 然后 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耳根 你就知道耳根跟六根 就是叶耳鼻舌声音的耳根 跟声音就是 是个假象 然后我们就开始从梦中醒来一点点 如果这个像清理掉 就是破了一层分别了 因为动静是你分别嘛 所以分别执着不能执着 就是因为你分别了执着的声音嘛 所以你才认定我骂你嘛 是不是 好 你现在破了一层分别 这不是没有层 还没层过嘛 你这继续破嘛 然后你就开始继续修 因为没有耳根了 所以声音是你感觉到的 这就快进入天人境界了 因为天人对声音是心灵感应 他没有说 心灵是 就像我有时候我们俩很说 就是为什么心有灵犀一点 我想说什么 你一笑都知道 是吧 好 这是我觉得他在说什么 是不是 好 你再破这个绝 你绝的也是像啊 对声音的定义啊 分别啊 这还在分别里边 好 再破这叫绝于所绝空嘛 动静而下了然不是 不是我们的 你看那个 说文于所文静 然后你再破这个绝的声音 然后绝于所绝空 然后有境界的人 就像个镜子一样 把声音会照过来 还不是感觉到 我就照见你的声音了 叫造于所造空嘛 这是有境界大菩萨修的 是造于所造空 没有境界的 叫绝于所绝空嘛 然后在这个过程继续修叫 空绝即圆 就是说你的空性的觉 越来越圆满 就突破维度了 就没有障碍了 这叫约团 我们现在是六根 很有分别执着的 就是很有局限性的 你连我这边也看不见这 是吧 看不见你就执着 你看见了就不执着 好 空觉之间 然后空于空灭 就是没有 最后真的就是 没有所空的东西 就是你最初提出的问题 这是在一系列过来 才能震到这一点 空于所空灭 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影响你 就是成道 就是 它不影响你 你就是梦怀泡影 就是没有 因为在这边空于空 没有所空的东西 外法必尽空 外法本来空 你也本来空 你也本来是佛 这就回来了嘛 是吧 好 当你回来你本来是佛 是不是 那个时候你就破了佛 跟众生的分别 因为如果你本来是佛 哪有佛跟众生 你只不过是不是如梦方形 好 那个时候就成道 嗯 这就 这就是破本能的 但是如果破这些 首先你的身体要成道的行 是不是 你要成道 就是首先 第二呢 日常生活中的这些 琐碎的这些见闻 抉择 贪嗔痴慢言 这些东西 你不能在意是吧 你哪有时间精力去搞这些 但是不代表你不打扫房间 嗯 又有有有 不代表你有借口 说我不再回来 我出来不打扫房间 不去擦桌子是吧 毕竟空你就做吧 是吧 嗯 毕竟空该不做的也不做嘛 是吧 就是障碍成道的不做吧 不障碍有助于成道的继续做 嗯 该拿该放自然一起而出 是吧 有时候你说 我不知道哪个能障碍我成道 能让你生起 贪嗔痴慢言的 肯定障碍你成道 肯定障碍 那肯定是 但是说打扫桌子 说擦桌子能不能生起 我一个人擦可以 两个人擦就生起了 嗯 为什么他能这样做 为什么我这样做 是吧 好 马上绝招 嗯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真的没太多事 就这些家庭说事嘛 名利琴嘛 就是这些 你看名利琴 为啥佛陀修六度啊 所以把布施啊 持戒人手 布施放在地位 为什么 我们要放下一些东西 你看 名大家没有 说句了是吧 虚名不容易得嘛 就除非那些明星啊 巨瓜灯下那些啊 他们穷名 名达到很高呢 利我们也没太多 说句了 是不是啊 我们有很多的钱 而琴我们好像 又有过是不是也没了 或者没了也又有又有了 反正总是这样 一大堆抱怨 在琴上 大家出来都是一大堆抱怨 不管亲情有情爱情 你看看 你心里留下的 是不是全是抱怨个遗憾 因为你一直依赖这些活 没有这些 你活不了自为自己 我们依赖名利琴 在这个世界深处 好像没有名利琴 你会活不好似的 是不是 好 那么我们有什么 虚名放不下 它就是虚无缥缈的 没东西 青也抓不住 虚名也抓不住 是不是能放得利 所以把面包放下 不死了 你知道吗 就这样 我是举个例子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呀我不死 我不死个心啊 或者是什么 修布什为什么四月 借大地啊 修佛像啊 或者让大家 因为 生生世世的佛菩萨真的需要那么多佛像的大地啊 哪个佛说是我需要佛像成佛 我需要大地成佛 然后哪个佛又说了 释迦牟尼佛是创立佛教的教授 说你借了大地就成佛了 没有啊 你经典里面冲来没有 只是说 借照相啊 借经啊 或者这些能有功德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四月跟佛像 还有经典 能触动你 让你想起佛的智慧来 你看见四月 看见圣人 看见经典 是不是 很多人就发起说 哎哎哎 你看很多人在独潮 在其他地方 他想的不一样 但一进四月 他双手合手 哎就算是他辞恶不辞 但是进了四列 他也想把那个土豆 往那个门后列一列 对着佛说 哎呀佛恩你保佑我 我虽然杀了很多人 但是你保佑我吧 我也没办法 是不是也都这样拜了一下 就算是不拜 他也不至于站在那 他得懵一下 他看到那么壮严的佛像 对着他微笑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人进了四月 他都说说 收敛一下自己的恶 是吧 是因为这些东西能触动人力的善 为什么那个佛像能触动我们的善呢 触动我们内心灵性的东西呢 那是因为佛陀的功德导致 释迦牟尼佛的十本格功德 因为我们看到佛像的时候 很多人想到的是 菩萨无数不在乎 佛菩萨的慈悲啊 的大慈大悲啊 想到了他们 为救度众生有付出的东西啊 我们想到了他们的品质啊 想到了他们的精神啊 想到了他们超越常人的力量 超越我们的力量 还有他们的无畏无惧啊 所以我们才会触动内心心灵深处 才会翻出我们那些良性的种子 善的种子 即使临时抱佛脚也是说 哎呀佛方你保佑我吧 你给我 让我发财让我什么什么 然后呢我再回报你 如果你看 如果你保佑我这次 正老一个亿 我完了 然后给你买二支火仇子 挂在你脖子上 或者是 我给你竖个精神 是不是 给你身上肚成精 是不是很多人这样发愿的 你知道对佛来说 他这一点点发泄 也欢喜的不得了吗 佛需要他 在那个佛像上 给他肚成黄黄的东西吗 连毛孔也堵上了 要是佛活的话 连气也传不过来 但是因为他懂得改而回报了 因为那个发心者懂得 说如果我赚了钱 我可以回报一点点出来 不是止其索取 而是往处放 因为这要对他轮回有帮助 对他解脱有帮助 他这一面赛就可以度他了 如果他一点也不 一直支持一直支持一直 他不断地造地狱的因 不断造地狱的因 他就度了18层底下去 是吧 如果他懂得 我赚一个亿 我拿十块钱给你 挂个红丑子 佛爷说 阿弥陀佛随喜功德 是吧 因为他懂得感恩 懂得回报 就像一个小孩子 你给了他一百块钱 他拿一块钱 给你买了个棒棒棒 那九十九块钱 他都玩了 那一个棒棒棒 拿回来 一个母亲心里会说 这小子出去还 不知道怎么还记着我 是不是 都很安慰的 是吧 会觉得 你会在意他买了三块钱 还是买了一块钱个糖 你会问他说 你那棒棒糖几块钱 是吧 你可能 你要是问他的话 只是算算他的钱 花在哪里 怕他做了坏事 但你内心 你知道他心里有你 哎 佛菩萨是一样的 是吧 合室的爱也一样 是 所以那些都成不了的 放下分别制作就成了 你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能把这些东西 能够绝造到放下的话 你打坐后 如意如定 就那么简单 推也不会疼 慢慢就不疼 还是见地不到 可以见地不到 有些分别制作 我们很需要一些方法 比如说 就像我刚才说 耳根元通 眼根元通是什么 它是 最根本的分别是 光明跟黑暗 耳根的声音是 动向跟静向 因为 我们所有的声音 都在动向里面 都包括动 然后就是静音 动音静音 把这个根本的破了 我们就破了 动静两个像不生 所有的声音就破完了 那眼睛是 黑暗跟光明 光明就是 如果没有灯光 你现在啥也看不见 还找啥像 如果这个房间很黑 是个黑 它够静啊 没丑 你看不见你找啥像 你也不找了 是吧 所以破野根就是 最终究的破 黑暗跟光明的像 你会假如 有的人 闭上眼有境界 有的人闭上眼 说一片黑暗 没境界 那不过就是 光明黑暗像 一样的 你是从那分别里出来就行了 你不能说 哎呀我有光明 我就得意的飘到 九千里外去玩去了 你说 你神通好大 没有光明那个 就是说成不了佛 这个是不对的 它只要在分别执着 两个一模一样 它有分别 它只是没 你记着 成道只是破分别执着 就这么简单 然后你就是 没有人让你 没有人让你说 你做自己 还需要别人批着 或者是别人 拦你 或者是能帮助你吗 能够帮助你的老师 只是能够破掉你分别执着 佛陀的伟大在于就是 第一 它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你本来就是 没有任何一个宗教 告诉这一点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伟大 就是说 你不用千里挑角 跑到千里之外 去找佛 佛不在寺院 不在大殿 也不在道场 就在你那儿 你就是 第二 你破了分别之错就是 你现在迷了 有几村妄想 梦想 你在梦境里 你醒来就是 但是众生醒不来 所以出现了佛学老师 拉着你醒来 第一是告诉你这个梦 你说 哇 原来这是个梦 早知道我早醒来了 然后这老师说 没那么容易 你虽然知道 但你都休一段时间才能醒来 你这个梦做了很久了 经常一不小心又转到梦里边去了 三分醒来七分迷 醒不痛嘛 就是密密乎乎的 还没醒来又回去做梦去了 就这样 所以所有的老师就帮助你醒来嘛 这是佛学老师嘛 但是必须你在梦里边 我也懂得这个界地 然后知道说我要醒来 有这个念 这就叫处理心 嗯 我要醒来就是处理 这个念我已经有了 就是从轮回中处理 我不想轮回了 我不想生死 每天在生生面面 这些生活里边活了 我要想永恒 涅槃 就是涅槃 这些祭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